中装有高压的液化钉碗 当我们压瓶子的紧身部分 液化钉碗就会跑出来 马上就变为气态而使得塑胶带膨胀 然后我们将塑胶带放在干冰上 压缩后的钉碗也就是变为气态的钉碗 现在因为冷却的关系又变回了液态 现在我们来看看桌上的袋子 你们发现了吗?塑胶带又开始膨胀了 钉碗气体不是只能因压力不同而改变状态 它也会因为温度的改变 从气态变成液态 或是从液态变成气态